自床是一种常见病 多发病 自床分为内置 外置 混合子 内置部分分为四度 外置分为四起 就是静脉曲张性的外置 严性外置 血栓性的外置 和结地组织性的外置 混合子就是同一方位 既有内置又有外置的 自床的临床表现 主要是有便血 脱缩 疼痛 以及肛门下坠及异物感 有的时候还伴有肛门周围的 遭痒 潮湿这些感觉 针对着这些症状 针灸治疗效果是取得了一定的疗效的 临床上我们经常采用 采用齿胶穴 采用银胶穴 完了之后呢 还有大肠疏 还有肠腔穴 腰疏穴 二百穴呢 这些呢 都可以治疗痔疮的 选择这个银胶穴呢 银胶穴呢 它是属于督脉的脂穴 它位于口腔里的 就是上层的细带 它上面呢 它有绿泡的部位呢 就是常见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点刺的方法 给它治疗 它主要是通过那个下病身上去 取远端穴的疗法呢 调和阴阳 温通经脉 达到那个去血的作用 大肠疏呢 嗯